自由潛水市警賽 台灣遭中共打壓 日本等十國選手自願撤下國旗 力挺台灣 主辦方也向台灣道歉 台灣本土感染佳麟 但染疫後遺症 有一人死亡 另外戶外戴口罩的松綁規定 預計週日公布 中共日前宣布 雙開孫力軍 十一政壇氣氛詭譎 專家指出 十一月六中全會 恐有更大政治地震 花蓮漫薄飯店拆除過程中 突然應聲倒塌 警銷初步巡視 佔無人員傷亡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 新唐人亞太晚間八點新聞